大家好 欢迎来到Blogline的Quibto频道第49集 二位五生态前瞻 这个二位五的专辑呢 是由Blogline和Promodown联合推出的 Promodown是一个专注于二位五生态的 共建社区 右边打开的是Promodown的官网 在上面有非常多优质的内容 活动啊 包括一些任务跟激励 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那如果你想了解二位五生态 Promodown肯定是你的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好的 看之前本视频只作为产品 技术的分享 不作为任何金融建议 从这一期开始 我们将会逐渐的关注 RV上面的生态项目 其实围绕着RV的一些底层的技术创新 一些公链上的创新还是有非常多 还没有跟大家去讨论的 只是说作为普通用户 我们肯定最为关注的是 这个公链上面有哪些项目 然后分别产生了什么价值 至于一些底层的技术机制 我们会涉及到一些具体项目 一些具体去涉及到的时候 然后再拿出来跟大家一起讨论 这期视频并不会介绍到具体的项目 而是在介绍具体项目之前的一个前瞻 就介绍一下RV上面 目前所支持的项目类型 或者说RV上面 最适合哪些类型的项目来去应用 我这里是分了两个大类 我们先来看第一类 第一类是以数据储存为核心的产品 这个该如何理解呢 这个指的是应用它的核心 它的主体 它最为主要的是它的数据 或者说也称为内容 这个叫做以数据储存为核心的产品 我们先来看两个案例 第一个 比如像NFT数据 我们已经知道有很多的RV项目 以太坊上的 说LANA上面都开始用RV去储存数据了 那它储存哪些数据呢 第一类是媒体数据 比如说RV的视频或者叫图片 你都可以通过RV来进行储存 这有什么好处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RV上面的一个最大特性 是永久保存 那换句话说 这个永久保存 就使得你这个RV在价值方面 会更加具有保障 相比于这个IPFS或者说这个FUKON 这个RV的永存的这个特性 会让人感知的更加强烈 从实际上来讲也是如此 那就意味着如果RVT使用RV它的工信力会更强 并且给人的这种价值感知也会更强 第二个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下延展 是这个拓展数据 指的是我们在介绍TableLine的 跟这个Space and Time的时候 其实有多次提到 至于这个IFT的一个 如果是去使这个IFT 这个基本事物来最大规模的应用 它丰富的拓展数据 肯定是它的一个 必须要达到的这样一个东西 所以说后续的一些拓展数据 比如说这个IFT在游戏里面的一些属性 等等的 在任何项目的一些属性 包括一些来自于这个地址的评论等等的 所有的图展数据都非常适合 用这个RV来进行这个储存 不过这个就比较早期 它主要储存的还是这个媒体数据 那第二大类就指的是这个内容产品 内容产品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说以内容为驱动的力的这样一个产品 比如说像论坛 比如像内容社区 内容社区我们来举例 比如说像评价的 像大众点评那种评价的 或者是像是分享这个Web3项目的 这种社区都非常适合用这个RV来进行这个储存 因为RV天然对永久储存内容 除了具有永存这个特性 还会有这个抗审查 比如说你存在RV 那基本上你的内容永远不会消失 读取也不会受到限制 这就使得你的内容是抗审查的 这个对于内容产品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来对这个部分做一下总结 总结来看 就是说以数据 或者叫以内容为核心的场景 是最容易这个介绍的啊 重视数据的储存与读取基本不涉及到计算啊 计算其实就指的是它的状态改变啊 这个其实有点难以理解啊 比如说我们先看第一句 以内容为核心的场景 是指的是我的整个的产品 基本上与RV的一个最重要的结合点 或者说最主要的结合点是指的是两个步 一个是数据的存跟取啊 并不会涉及到这个数据的计算 在RV上并不会有相应的一些计算逻辑啊 简而言之 就是这个产品与RV上的一个交互 只是数据的储存跟读取 那么我们就会定义成 你这个产品是以数据 或者是以内容为核心的场景 OK 那为什么说它最容易接入呢 是指的是RV的这两个核心步骤啊 存和取 包括它永存的特性 抗审查特性 抗审查的特性 对于RV来讲啊 对于项目来讲啊 都是已经是已经跑通了的 已经形成了闭环 并且各方面的支持都很好啊 实现了这个啊 在实践的过程中 得到了很多验证的 所以说以数据 或者说以内容为核心的场景 是最容易揭露的 后面半句是它基本不涉及计算啊 因为它只涉及到这个内容的读痕曲嘛 OK 这个就是我会认为RV上 所在RV上面 非常适合开发的第一类产品 以数据储存为核心的产品 好的 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啊 RV上面所支持的第二种项目类型啊 我会把它定义成智能合约的项目类型啊 首先呢 为什么需要智能合约 智能合约简而言之 我的理解是啊 提供了一种去中心化计算能力 比如说像以太坊的EVM啊 是这种强调计算的 那计算能力有什么用呢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内容社区类产品 那你毕竟是一个产品嘛 你虽然你的内容都存在了这个RV上面 但是你总要有一些交互 比如说计算你的点赞数量啊 这样一个小逻辑 如果在RV上面不支持智能合约 也就是不支持计算 那么项目方往往就要需要用到中心化服务器 或者是其他链 来完成这个计算功能 哪怕是很简单的计算功能 这就使得在RV上面去开发项目 是受到这个严重限制的 就所有计算类的项目 需要逻辑的 需要计算的 可能在RV上面就会比较难啊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这个智能合约的原因 智能合约提供的是去中心化计算能力 然后计算能力呢 它是生态繁荣的一个基础啊 第二个点 我们来快速的看一下 这个RV上面智能合约的一个关键啊 这个RV上面智能合约的关键啊 首先它采用的是这种模块化思维啊 跟我们之前所介绍的这个模块化公链的思维 会有些类似 它是将储存跟计算分离 那具体是怎么分离的呢 那链上储存 这个很容易理解嘛 因为永存是它的最大特性 我们在之前介绍它的永存机制 包括共识的时候都反复强调了 它的链上是有大量的数据在储存的 那链下计算 这个呢 指的是它的计算过程和中间的状态 都在本地去运行啊 这就使得这个 这个模块化思维的呈现啊 链上储存跟链下计算啊 这个我们在稍后会着重介绍 这上面会有两个代表协议啊 我们也可以称之为这个智能合约平台 或者叫智能合约的规范 第一个是SmartVail 第二个是这个ICP 接下来我们就分别看一下SmartVail跟ICP 先来看一下SmartVail 它的背景是官方所提出来的啊 官方提出的这个思路 然后会有一些共建社群 在围绕着这个思路来进行优化 比如说像Warp这个项目 就是由Readstone啊 这个盗组织啊 这个组织来进行优化的啊 并且这个版本看起来优化的还是不错的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介绍一下 这个呃像SmartVail的一个核心机制啊 它的核心机制其实还比较复杂 但是我们可以简单理解 简单的把这个合约的呃周期 或者叫这个合约从开始到调用结束的 这样一些状态去做一个拆解 第一步是指的是发布合约吗 开发者肯定要发布的合约 我啊普通用户才能去调用吗 这里面会有一个逻辑就是啊 它的代码 你所要执行的合约代码 你的逻辑是要放在AR上去储存的 并且要满足一些指定的要求 比如说要有一些标签啊等等啊 满足一些指定的要求 并且要放在AR上来进行储存 第二点是你调用合约啊 绝大多数处的情况下是用户来调用啊 用户在调用合约的情况下 要把你的用户输录啊 储存在你这个AR上面啊 比如说你要去这个swap的时候 这个这个时候就要去记录你 你要swap什么币种啊 以及它的数量是多少啊 这个就称之为这个输录参数 那看前两个部分 其实我们能够理解 你的运行逻辑是放在AR上面的啊 因为发布合约嘛 此外用户在进行每一次调用的时候 你的调用的参数也都是储存在AR上面的 这也就意味着你前面的逻辑是有的 你的输入参数是有的 那就带着这个输入参数去运行这个逻辑啊 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一些结果跟状态啊 这个是前面两步 那第三步呢 其实就是这个计算状态了 就是带着你的输入和当前状态啊 为输入 然后去运行你这个逻辑 那么你就能够得到这个状态的改变啊 但这里面肯定会有一些复杂的机制啊 像一些细节比如说你这个当权状态 肯定会涉及到一些复杂的排序啊 比如说两个人同时调了这个合约 然后每个都会引起这个状态的改变 所以说排序也会比较重要 然后AR上的这个Smart Wave也会有些样的排序机制 不过那个就比较细节 我们在此就不做过多讨论了 这个就是Smart Wave的一个核心机制啊 发布合约 调用合约和计算状态啊 核心的一个逻辑啊 核心的一个点在于会把前面的两个啊 它的运行逻辑就这个合约逻辑和用户的输入都会储存在AR上 储存在AR上就意味着它是去中心的 然后任何人是无法更改的 就保证了前两个 它的逻辑是确定的 它的参入是确定的 那么它的结果就一定是确定的 这个就是Smart Wave的一个核心机制啊 那它有什么优势呢 优势这里面会有两个 第一个是开发门槛低啊 低这个可以打一个小小的引号啊 因为你肯定是要先去学习到Smart Wave的这一套逻辑 才能后进行开发 那我们抛开这个成本不谈啊 仅从假设它已经弄懂了Smart Wave 然后要进行开发了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 就会造成它的开发门槛会低 就是它对你的语言是没有限制的 我们都知道 无论像啊 以太坊上的这个啊 Solantity 包括像这个Solana的Rust 它都是语言啊 都会要求开发者 只能用这一个语言和标准来进行开发 会有一些非常大的限制 但是由于这个AR5的Smart Wave 它是线下计算嘛 它只关心你的运算结果 然后它不会关心你在运算过程中的 状态啊 包括一些运算过程中的一个逻辑 所以说它对于你这个代码的语言 是没有限制的 这个是造成它开发门槛低的一个原因 第二点就是它是没有去性能限制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像以太坊这条链 它是重计算啊 弱存储的 它的链是主打计算的 这就使得在那个链上去储存啊 任何的东西 或者是你的合约代码的逻辑 写长了一点啊 这个这个逻辑多了一点啊 它的成本都会非常高啊 对这个是以太坊上的一个限制 但在AR5上 它是没有性能限制的 这是因为它的链下啊 它的计算都是发生在链下嘛 那所谓的性能限制 其实就取决于你的服务器啊 或者是你所运行节点的 所采用的设备啊 那基本上你的设备越好 那你的性能就越高 你的TBS也就越高啊 无论逻辑多复杂 你的成本都不会额外的增加 因为一切的一切 都是在链下进行结算 去进行计算 它的计算结果和计算中的状态 是不会同步到AR5上面的 这也就使得它的性能是跟链 不会受到这个AR5上面的链啊 包括一些出块啊 包括一些同步策略的一个限制啊 这个是没有限制的一个原因 OK 那总结一下它有什么优势呢 第一个优势是啊 这个优势都是由于这个链下计算带来的 第一个优势指的是开发语言不限 第二个优势是啊 它的性能是没有限制的 性能取决于你所运行节点的设备的一个物理限制 那看到这里 其实大家肯定会有很多疑问啊 因为它的问题 其实相对来讲也是显然意见的 因为这边是一个比较创新的机制 那肯定会有很多挑战 比如说像这个节点 我就作恶怎么办 我们先不谈它为什么要作恶 那假设我的计算节点 假设我的计算节点会的数量不多啊 因为这里面确实没有看到 如果我运行计算节点 那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啊 可能也是缺乏激励啊 那如果我的运算节点在不多的情况下 然后又有节点去作恶呢 比如说我就故意去算错啊 虽然说你这个程序去放在AR上 但是我练我是完全练下的嘛 练下计算 那我就去故意的算错这个结果 然后来去同步啊 那我去大量的算错结果 然后来去同步给你的这样一个其他节点 来去啊申请商链 那此刻呢 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个smart wave 包括AR的这个链 是受到了这个错误结果 大量错误结果的一个攻击啊 那它肯定是会造成这个 如果说这个数据量是比较大的呢 它肯定会造成你这个一些节点啊 像一些出块 一些速度上的一些延迟啊 包括你的出块的结果也不一定对啊 这个是它的问题 总而来讲 它的问题就是会面临一些 错误结果的一些攻击啊 一些恶意错误的结果攻击啊 并这个是smart wave 5所面临的问题 那带着这些问题呢 就衍生出了这个啊 ICP啊 这个ICP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节点 做的一个问题啊 首先来看一下它的背景 它的背景呢 是基于smart wave 5 它是它的核心思路 也是基于smart wave 5 这就意味着它的核心机制 发布调用和最后的一个计算结果啊 计算的中间的状态啊 跟smart wave 5啊 是一脉相承的啊 也可以这么理解大家 第二点就是它通过了 它是由这个啊 IvoVision的这个组织 这个道组织来进行这个开发的 这个IvoVision呢 也开发了非在Ivo上面 也开发了很多非常好的产品啊 我们在后续也都会介绍到 这个的一个核心的优化点 就在于它很给了很多角色 这个是IvoVision啊 这个IvoP的一个外皮书啊 可以看到有协调者 检测者 守望者啊 还有一些这个啊 一些组织啊啊 都会进行划分 就有非常多的这样一个角色 那它是如何来解决 我们刚刚所提到 那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啊 就是节点来恶意作恶的这个问题啊 啊 这里面其实指的是 它采用了这个盗社区节点啊 其实也就是这个啊 检测者的这个角色啊 然后来去筛选有效交易 我们可以简单理解 就是盗社区啊 维护了一个盗社区里面的 也算是一个官方节点 所有的结果啊 都会经过这个盗社区啊 来去运算一遍 因为盗社区 我们假定它是好的嘛 它肯定不会去算出 故意的去算出这个错误的结果 那它算出的结果 如果跟这个节点提交的不一样 那这个节点提交的结果啊 就要会被驳回 因为它是错的嘛 讲言之 就是这个盗社区节点 它会算一遍 来验证这个啊 你这个计算节点 所提交的内容是否是正确的 这就解决了啊 大量的错误结果啊 攻击的问题啊 OK 这个就是这个ICP 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SmartView 跟这个SAP 它是Io上面的两个 智能合约的一个规范啊 这就使得我们啊 现在啊 包括后续啊 就会有一些项目 以此为这个智能合约的标准来共建啊 然后他们的一些特性啊 模块化和和啊 和一些这个角色化飞的特性啊 然后也会直接影响 这些产品的设计啊 我们在后续呢 来会介绍到 那我们来总结一下 这期的生态前瞻啊 可以分为两大部分啊 首先数据储存是破缺利器 然后合约规范是这个大繁荣的基础啊 啊 有些难理解 我们来拆解看一下 数据储存是破缺利器 就指的是阿贝伍的天生 支持的最大特性 它的天生的一个最大优势 就是数据储存吧 那如果你这个项目只涉及到数据的读跟取 这个两点在Io上面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验证了 那么你的项目是很适合在Io上面开发 并且能够得到很好的支撑呢 这是前半句啊 数据储存是破缺利器 如果你的项目是数据储存的 那么你在Io上面肯定是一个最有选择 第二部分指的是合约规范啊 是基础设施之一 是这个大繁荣的基础啊 为什么说是基础设施之一呢 因为还有很多基础设施啊 比如像一些网关啊 解决你的读取速度问题的 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基础设施 只是说呢 我会认为像这个合约啊 是这里面是最为重要的 因为他直接解决了你有啊 有多少类型的项目啊 或者说啊 在开发上 在Io上面开发项目 所受到限制的多少 直接是由你的智能合约的这样一个程度 来去这个定义的 所以说合约规范 我会认为是基础设施里面最为重要的一个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介绍数据储存 跟合约的这个原因之一啊 合约规范是这个大繁荣的基础吗 只有你Io上面有智能合约 那么更多项目才能进来啊 好的 那今天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期 Io的生态前瞻啊 从下期开始 我们将会介绍一些具体的项目 然后之前所介绍的项目 包括一些新的技术机制 我们也会在介绍会提到的时候啊 这个项目在用到的时候 我们也会拿出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啊 好的 那就是今天的内容 下期再见